韩国汤山县有这么一伙黑帮 用猖狂二字 都难以形容他们的无法无天 聚众都偶视家常便饭 光天化日就在闹市打砸抢烧 别说警察不敢管 这伙黑帮连警察官都不在乎 阿伟就是其中一员 不过他还处于底层 手下只管着几个小弟 整天就感谢欺负弱小 口喝淘债的事 而在淘债这方面 阿伟已经相当有经验了 每次先在楼下指名点心大喊一通 让对方在全小区出名 接着就闯进屋子 跟回自己家一样 当着孩子的面脱掉衣服 穿个花裤衩 露出背上的神龙 往沙发上销魂一躺 再点播一档少儿不移的节目 并叫来精神小妹 他儿皇之的马杀鸡 对方被逼的没办法 只好还钱 跑完债的阿伟非常开心 在车上高歌一曲 阿伟性通通找大哥 阿伟性通通找大哥 阿伦尔子遥功 阿伦尔子却只给了一点奖励 조금만 더 생각해 주십시오 兄님 正确히 지금 속삽은 1등도 없습니다 什么? 兄님 경馬장에서 맞대기 한 � 안 했다고 치고 조금만 더 챙겨 주십시오 이 새끼 뭐 直接就事一巴掌 야 이 새끼야 내일 모레 30살 처먹 놈이 뭐냐 형한테 손해놔보려고 阿伟敢怒不敢言 刚下楼 正好看见大哥的大哥老金 他上前鞠躬 而老金也早就听说过阿伟 不仅一番夸奖 还邀请他一起喝酒 酒局上 老金越看阿伟越满意 当下便决定把新开的游戏亭交给他 结果大家正奇乐融融 老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通话结束后 他满脸不开心 甚至把手机砸了 原来又是检察官打来要保护费的 老金很生气 想让二人子把检察官做掉 二人子当时就牙火了 平常他打架还行 游戏亭开业 很多人都来捧场 阿伟还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同学小豪 小豪现在是个导演 这次想拍部黑帮电影 所以特意来拜访阿伟 之后 阿伟带他去下馆子 没想到前脚刚走 后脚就接到电话 说游戏亭被砸了 阿伟立刻赶回去 现场早就一片狼藉 他也是二话不说 一记飞题就加入战局 而这一切 都被小豪拍了下来 但对方并不恋战 砸完游戏亭就跑 等二人子带小弟赶来 人都走了 他越想越起 命令阿伟带人报复 没想到在一个桥洞落五圈套 阿伟捡起一根棒球棒 开启暴走模式 此时战况焦灼 二人子也赶来支援 谁知他满枪怒火 无处发泄 竟然一刀捅进人家肚子 全场瞬间陷入寂静 黑帮斗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只要不伤及性命 那就是江湖恩怨 一旦越接就要报警 结果二论子这一刀 直接要了对方的命 不过经过谈判 这件事由一个小弟顶了罪 为了表达谢意 二论子把游戏亭交给了这个小弟 打为怡婷傻了 不对啊大哥 说好游戏亭是给我的啊 他跪下懇求 阿伟灰溜溜离开 正好碰到老金陪着检察官出来 检察官就让阿伟嘲笑 他是社会的渣子 阿伟敢怒不敢言 之后他送老金回家 老金竟然在路上向他透露 自己对二论子不满 想找人取代 阿伟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立刻表示愿意帮老金 做掉检察官 以表忠心 于是他找到最信任的小弟 偷偷跟踪检察官 并制造追尾 小弟下车周旋时 阿伟背后偷袭 直接把人送上西天 老金也非常开心 当下就提拔了阿伟 有了老金的资助 阿伟也筹集到母亲的手术费 还清了房租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可二论子却不爽了 约即讨好领导时黑道大计 他想找机会干掉阿伟 阿伟察觉到二论子的诡计 于是召集了小弟开会 一边向他们透露计划 一边花钱买他们的中心 那段时间 他们一伙人白天去KTV 晚上去烧烤摊 经常醉酒闹是剧众斗殴 给小小堂山县带来不少麻烦 之后 二论子的妹妹结婚 阿伟带来厚礼 说要单独交给二论子 他把二论子领到洗手间 趁没人突然抽出匕首 从后心捅进去 接着 阿伟把二论子拽紧坑位 在他惊恐的眼光中 又捅了狠狠起刀 终于干掉了这个曾经的老大 就这样 阿伟的前途变得一马平穿 再没人能阻止他上位 他找到小豪和的名品大醉 当晚就住在了小豪家 并且趁着酒精 他还说出了自己的光荣世界 却没看到 小豪的眼神似乎变了 这天 老金找到阿伟 说自己承包了一块地 如果运营得当 最少能赚五百亿 不过有几个钉子户死活不斑 希望他能帮忙解决 事成后给他五十亿 讨战原本就是阿伟的老本行 包里虽先自然也大同小异 所以没几天 他就搞定了绝大多数 可还剩五家房东藏了起来 根据线索 阿伟找到其中一人 又是活卖又是严刑拷打 终于问出其他几个房东的线索 一番折磨后 阿伟才知道 原来他们的房契 都在一个敌对帮派的手里 而当晚 阿伟就遭到了几个敌方小弟的绑架 还好他知道数大招风 这么大个项目肯定会被人妒忌 所以早有准备 他用打火机烧断绳索后逃脱 接着顺藤摸瓜找到敌方老大 一番全脚相加 成功抢回房契 老金对阿伟赞不绝口 给了他一大笔酬劳 与此同时 小豪的黑帮电影也终于开拍 阿伟非常支持好朋友的视野 清零现场 直到武打动作 不久 电影上映了 首映人那天 阿伟特意去捧场 可欲看他的脸色就眼阴沉 因为电影里的很多情节 都和他的真实经历一模一样 尤其是那乱杀检察官的镜头 简直就是副个过去 阿伟这才想起来 那天最久后 自己竟然说漏了嘴 把杀检察官的事告诉了小豪 可他没想到 小豪不仅没有保守秘密 还把他拍成电影空之于众 老金得知后也大发雷霆 让阿伟想办法摆平 反观小豪那边则是名利双收 电影口碑很好 他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出卖了朋友 甚至觉得阿伟卑躬蛇影 而因为是朋友 阿伟也只是威胁了他一番 可小弟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背着阿伟把小豪活埋 折磨了一整万才放人离开 本以为会让小豪恐惧 今天阿伟正和女神约会 几个警察突然接近 还好他反应敏捷撒腿就跑 一番追逐下终于成功逃脱 可他从此也成了通缉犯 阿伟越想越气 于是偷偷找到老金 表示自己会彻底摆平小豪 逃到国外 如今的小豪沉浸在 一夜成鸣的喜悦中 整天泡一垫 阿伟小装打扮偷偷接近 谁沉想在最后一个被发现 小豪夺路而逃 阿伟紧追不舍 还好在出口处 小豪被小弟抓住了 阿伟和小弟约定在码头见面 可等他赶到码头 小弟却一个都没来 正在这时 一辆车冲出撞飞阿伟 接着走下来一群亡命之徒 手拿武器对他发起攻击 他拼死反抗 且战且退 奄奄一息之际 小弟终于姗姗来迟 一左一右把他架起 阿伟这才放松下来 可下一秒 弥留之际 阿伟看到最信任的小弟走过来 细绝地看着自己 他心中有千言万语 却始终说不出口 只能遗憾地闭上双眼 气绝身亡 原来 这一切都是老金做的局 他是个唯利是图的人 没有利用价值就会一脚踢开 在一无是处的 阿伟和春风得意的小豪之间 他选择了后者 毕竟拍电影还能洗钱 就这样 在阿伟原先的位置上 新上位的小弟泰然处置 还记得拍电影前 阿伟和小豪说 一定要排除黑帮精神的精损 那就是一起和信任 可在其他人眼中 黑帮精神的精损 却是背叛和利用 阿伟原先的精损